一座城要立得住 关键要传承好自己的文脉 雄岸建设考古先行 就是对历史文化有敬畏之心 呵护千年文脉 雄岸考古的重大课题之一 是进一步发掘和印证 为中华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气质的 燕文化的源流 五年来 自南洋遗址开启的雄岸考古 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雷建宏 今日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文专访 解读雄岸文化谱系及文脉源流 从文化面貌来说 最早的看到新世纪 距今可能八千年左右 开始有人生存了 另外它处的地方 它的环境造就了雄岸地区 容易接纳 容易吸收外来文化 因为它处于一个 东西南北 北方那个游文化 南边那个中原文化 这个交流 东边是那个滨海文化 西边是叫内陆文化 四种文化交流的一个地区 所以它的文化面貌就是多元性 一个复杂性 所以这个多元文化在这就是交流 融合 发展 形成一个开放包容 这么一个文化基因 同时也去见证 就是中国这个文明 多元一体 这么一个进程 雷建宏说 寻根文脉 考古调查 是一项极其艰巨 繁琐的工程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 雄安新区的文物数量多 埋藏深 且年代跨度大 为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为新区科学规划和稳步电设 提供考古依据 先期启动了全域考古调查 雷建宏介绍 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 于2017年5月至12月 对新区全域 进行了全面文物考古调查 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63处 并编制了雄安新区文物调查专题报告 看着南洋遗址这个调查 看它发觉 基本就是确认南洋遗址 是一个艳文化 实在就是东州时期的 左内涵就是两个城 战国时期城址 构成了南洋遗址 另外再从西北方向 我就发现一片战无目 雷建宏说 燕文化在中华文明体系中 占有重要地位 也是河北历史文化的精髓 燕文化有一个孕育发展延续的过程 河北的燕文化 在整个燕文化中处于成熟和辉煌时期 其慷慨悲歌成为燕文化的独特标志 和燕地风貌的集中概括 通过以往的考工作 尤其最近五六年时间 雄阳新区的东州道 捍卫考卷文化的面貌 基本我们能确认就是 主要体验的说是燕文化 以南洋就以现在所在的南洋遗址为代表 通过我们对南洋遗址周边的调查 勘探 我们发现了以南洋遗址和 量网胎遗址为核心的一个 大南洋遗址 就是这个遗址群大概是面积的18平方公里 分布有13处这个遗址和墓葬 时代从新世纪晚期的龙山时代 一直延续到宋敌时期 它的文化延续大概3000年 文化延续系列比较完整 文化这个传承脉络是相当的清楚的 这是个大南一个这么一个概念 大南区是一个考古一个标志 也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化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雄安新区一个重要文化资源